华为停止采购 高通火线裁员 华为Mate60上市不久之后呢 最大的输家就出现了 就是那个一致呼吁放松制裁的高通 果然啊 为了自己的饭碗考虑呢 现在也是扛不住了 高通向加州就业发展部提交了一份 裁减1200多个岗位的文件 这高调裁员的背后呢 是华为从明年起 新的机型呢将会全面采用 自研的新麒麟处理器 不再采用高通的芯片 那意思就是老灯你看吧 你非要制裁 我干不下去了吧 其实呢 高通的裁员啊 完全是在意料之中 制裁这几年呢 高通都无法给华为提供5G芯片 只保留了落后的4G电影 结果就是华为不好过 高通呢 也不好过 今年8月份披露的第三裁技 显示高通净利润下滑了52% 直接腰斩 如今华为携麒麟芯片王者归来 更是让这最后的4G蛋糕也都没了 对于高通来说呢 这无疑于雪上加霜 而随着华为手机市占率的提升 势率会让他们仍然在使用 高通新秘的国产基础货量减少 未来高通呢 还得面对整个中国市场 采购量下降的二次暴击 刚那个时候就不知道 裁员认输的是1200人的多少倍了 对了 有人再夸 高通的裁员呢 是N加7加2 非常丰厚吧 这点的确没毛病 就是不知道以后再被裁 还能不能给这么多了 谢谢大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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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大家